我们谈谈禁锋利业 这个朋友就是Agoria 他说他76元有货上网多少呢? 我们刚才ET的股推介也是他 发了一个营起 但是看到营起出街后 其实这几天都是横行的 你又如何建议Agoria如何处理这股份呢? 其实禁锋利业所谓76元 我相信是送红股之后的76元 因为他之前送红股 如果之前送红股之前的76元就发达 因为10送4 所以一听应该就近乎肯定是近乎买的 买的价格也不差 老实说这一个 而业绩的相对好 亦是人都知道的 因为中期业绩的营起亦是发布了 但是我觉得他跟1799、600、300有少少相似 就是我是喜欢公布营起 Buy-in-rumor sale effect 我是喜欢不升 那怎样呢? 这个是短视 就是他有少少这样的 是所谓的味道 当然基本面来说其实也都在所有资源股里面 属于是和太阳能 都一样是相对比较强大的一个所谓资源的 种类 Demind 亦都需求来说是相对比较强的 但是当然了 我都不是说潑冷水 我也想提及 因为这件事是可能有机会反弹的 就是他向上的空间 也都或者向上的联想性 是未必太过大的 为什么呢? 这个除非你的价格又向上发恶 如果这件事不存在的话 其实我觉得 鑑峰里业 我觉得管理层都不知道是做得好还是不好 他最近做了一件是表面很少的事情 很少很少的事情 其实是表面是好事 对于我们基金界的角度就觉得 简单意就是说 你露了底线 你露了馅子 你的馴吞里面是什么馅子 你露了出来 他做了什么事呢? 他就是做了一个 三年至四年左右的股票期权的 雇员激励计划 就是说 简单来说我连续的三年 业绩做了多少呢? 那你就有钱分了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问题是 他业绩的预计 其实增长的顶峰期 其实就是今年 然后他往后2023年或2024年 他的福息增长量已经不高了 其实里面露了个馅子 其实股票 升跌的梦幻之处 是在于我不知道的事情 而令我对他有憧憬 或者我对他有过分的恐慌 而造成股价的超升超跌 去进行超跌的收益 那个所谓的股票 即是换味的理论就是这样的 而股票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你和我资根资底 说了往后几十年的发展方向 好像推背图那样 说了给我听 每一年你的盈利是多少 这件事一旦没有冲起 然后PE就自然是降了下去了 所以在监峰里面 他做这件事 当然他内部鼓励固员是内心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问题是对于一些 懂得玩股票的股民 或者机能投资者的那边 就变成了 原来你都不过如此 还以为你不断的宇宙大爆发 每一年增加50% 原来都是这样的 变成了股票反而 你留心点 你看回他之前出了公告之后 他的股票相对的高端 就是近期的价位 而且他没有什么特别升 而且这个升峰 是比天齐理业软低的 所以我觉得天齐理业是很聪明的 天齐理业这一段这么大的升峰 主要来自两点而已 第一 他就是不跟你玩股权激励的东西 就让你不知道我的肢根肢底 你不知道我怎么走 那你对我有梦幻的憧憬 你憧憬你夾我做的是你的事 这个关我什么事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第二就是因为他来香港H股上市 他就在A股那里 股价夹高了股价 所以变成相对比较可惜 两家公司 可能讲比较实话 讲老实话的企业 反而因此倒回股价 是拖累了 我觉得有点感觉 当然也不是对于他有太负面的言论 我只不过是再强调就是说了这么多 只是说上面上方的憧憬性 是比较少了 还是下方的支持应该也是有的 也很简单 既然你由高位回了10元买 不可以说你的价格是差的 你设置一个子孙 譬如说70元 10%子孙 薄去打回可能7-10元上去 这样Teleco的analysis 就已经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基本分析 因为刚才的基本分析 我帮你分析了 是 对了 谢谢大家